这个小女孩正在用她的意念改造物体结构 她叫小美 从小就被一个神秘组织选中 进行人体改造实验 她们将小孩作为实验对象 进行基因移植 以最暴力的大脑作为载体 在特殊环境中培养她们 让她们成为智力和武力 都如同怪物一般的杀谬机器 小美是最特别的一个 通过改造后 她可以透视 用意念控制物体 甚至改造物体的结构 武力值更是爆表 仅用一支水笔 就干翻了一群狼狗 实验开发者白博士非常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 她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但此时组织高层开始害怕 最终下达命令将他们销毁 但组织人员低估了小美 被小美逃了出来 她已身受重伤 倒在农场外面 农场主发现了她 请来医生治好了她身上的伤 并收养了她 转眼间十年过去 农场夫妇像抚养亲生女儿一样 宠着小美 小美也非常懂事 经常帮忙家里干活 成绩也很优秀 除了经常会头痛之外 和平常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但母亲却染上了重病 经常忘记事情 忘记时间 这天新闻播报牛肉价格大跌 父亲无奈的说 要把牛卖掉一些 否则农场将无法维持 上学路上闺蜜告诉小美 近期有一个选秀节目 奖金五亿 有了这笔钱 父亲就不需要卖牛了 母亲的病也将得到救治 小美各项素质优异 唱歌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笨笨的拿了第一 晚上一家人在看小美参加的节目 父母都很高兴 觉得自己的女儿太优秀了 但节目中 小美居然向众人 展现了自己的超能力 她将一个麦克风 悬浮在空中 并称之为魔术 众人为之喝彩 父亲和母亲顿时严肃了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小美从小就与众不同 如果让坏人盯上就麻烦了 果然 白博士发现了她 激动万分 因为经过实验手术后 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一般人离开实验基地 是活不到这个年龄的 第二天 小美和闺蜜赶上火车 去首尔参加决赛 小美一口一个的吃着鸡蛋 旁边的小帅上来搭讪 说小美是魔女 小美却说自己不认识她 这时 小帅瞬间出手 小美被吓得流下了眼泪 小帅不时去了 离开了 并扬言他们还会再见面 决赛一切顺利 小美拿下了冠军 但小美的头又疼了起来 还流了鼻血 医生告诉小美 除非她能找到亲生父母 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否则她家命不久矣 夜里 小美头疼得睡不着觉 闺蜜起来上厕所 一群杀手潜入家中 小美感应到 赶紧出门查看 这时 一把手枪对着她 原来他们是组织派来的 称小美为魔女 但小美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杀手便拿闺蜜做威胁 明依啊 明依啊